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情 纷纷比如说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凶手 每一个都是无耻混蛋 甚至还有人说 这还是我爱的国吗 什么等等 都是往大来说 但是实际这个事情呢 确实啊 让人觉得想起以前的那个小月月 就是一个女人在这个有一段视频 在一分多钟之内先后被两辆车撞倒 不是 被第一辆车撞倒 然后呢 人趴在这个马路上 在河南驻马店 一条叫解放大道 周围有这个行人 有些行人呢 好像没看见 也可能是装没看见 有些是看见了往后躲闪 但是没有人理他 但是也必须要说的 实际上是有不少人打110报警 然后大概一分多少秒之后 另一辆SUV 对面的车打着远光灯 这个SUV呢 又压过他的身体 SUV上这个女司机当时都站不住了 被两个男的扶着过来看吓坏了 然后就是说 第一次被撞倒的时候 这个女的还曾经抬起过头 就是当时这个人还没有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当时这段视频 所以你说 哎 看见这个 徐老师你是什么感触呢 我很难过 我看这段真的很难过 就是说 怎么说呢 为什么这个事情震动那么大 大家那么难过呢 我倒不觉得像那些人讲的那么极端 说所有的人都是凶手啊什么的 我甚至在想 是不是有可以跟踪传媒 想办法把这些当时路过的人 路过司机 一起来做个节目 来讲讲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你知道那个我最喜欢的苏本华的一个理论啊 就是他用来评论那个王国为介绍的他的理论 说悲剧有三种 第一种是有坏人 第二种是偶然事件 第三种是就是因为大家的位置不一样产生悲剧 这件事情啊 我仔细想啊 这很很特别 三个层面都有 你看第一个那个司机撞了他 跑掉 这基本上是个坏人 作为开车来讲 这是个非常恶劣的行为 对不对 而且谁应该撞的 你看见他人站在前边 最基本最基本的 你撞到一个人了 你车要停下来承担责任 这个是大罪 现在他们说 这个人已经找到了 赔款已经在安排了 我觉得这个也太轻妙淡写了 这个人呢 在我看来啊 这种马路杀手 这真是马路杀手 这个出租车时机 他应该坐牢 而且可能应该终身吊销 驾照的 不能让他开车 那这个是坏人 第二个那个女的呢 她因为在对方打眼光灯 开过来 等于最后把她撞死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意外成分 因为我们开车都知道 我们假定路上是没有东西的 你路上如果突然有一个比较小狗啊 什么东西 你有可能会压上去 如果是中速前进的话 偶然 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不是那两个撞车的人 最关心的是后面那么多人绕着他 走过去走过去 最震动的是这条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 他的命可能就保住了 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惨啊 他 我设身处地 你在想他那些人绕开的人呢 哎呀 有好多人都归结到以前南京的那个事情 鹏宇 就是说去救人 反而被那个人告 我插你一句 你刚才说想把这些经过的人搞个讨论会 至少有一个人 后来就说一个大公仔 他说 我当时本来想去救 他说 但是我当时呢 也想到这个南京的这个鹏宇案 就是这种是不是被人讹上碰瓷 然后他说一句话 他说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那意思连赔这个都不够的 所以你看这是其中之一态度 而且很可能那些走过的人呢 从当时你再仔细看那个整个画面啊 他们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已经被人发现了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就是说假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半夜 整条路上没有人 只有一个人被摔倒 那一个路人他可能真的会就跑过去 去保护了 因为这件事情谁都看到了 旁边车缓刑了 其他人假设已经有人报警了 对 所以走的人呢 他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应该这样来说 进入程序了 所有这些人都是善良的 他们都不知道后面这个人会被撞死 这个这是肯定的 他们假定这件事情 因为一个人躺在路当中 这已经发现了 至于我应不应该再去执行就是救他的什么任务 很多人就觉得出于各种原因 对不对 他们就 所以最后这一段看了叫人难过啊 你又不能怪什么人 你不能怪什么人 我也是常常去这个内地 广州啊深圳啊 尤其是火车站附近 那个天桥下面 常常就有一个人莫名其妙躺在那 路倒 是死是活 不倒其他的人照样 人来人往 不留意 甚至在那个高速 高速路上我也见过 是有人躺在路边的 对 这个躺在路边你说睡着了 睡了 不管怎么说都危险 但是这个车 呼噜呼噜的 就在旁边走过 这么一种冷卧呢 是不是 我想 不要把什么都往改革开放 这个状况上推 因为这个鲁迅先生当年说 他本来到日本学医 看了一个纪录片 说日本人抓了个中国人杀头 旁边的人啊 看的都是中国人 看的都是 脸上毫无表情 于是老鲁迅呢 就觉得 这个我学的一 不是一 一两个人 这个民族啊 他需要救治 所以他就弃衣 这个重温了 是不是 试过一 差不多一百年呢 这个老毛病 或者不能说老毛病 这个基因还在这里头 这就难说了 是不是 所以他们就有人说 看的距离感不同啊 感情也不同 所以现在有人评论说 这个同情心都在网上 这个冷漠都在现实里 就是你看 一出了这个事情 全国都汹汹大怒 人是 你不能说中国人民 没有道德 没有良知 否则三千万人 当年呢 这个小月月 小月月那个 也是被碾压嘛 那那当时呢 那带来中国 很大的改变呢 那所有的人 反正没经过 那个现场的人 听到这个事情 无不愤慨 对吧 好像呢 谁如果出现在现场 他都会 这个 凯然相救一样 其实不一定 其实你也真是 应该每个人 问问你自己 假如还原到那个现场 假如是你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老说呀 很多事情啊 在批判之前呢 还可以去寻求解释 就是这是为什么 这个李商银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略过事实 略过解释 特别喜欢就是说 你看冷漠吧 你看无情吧 你看他不是人吧 不过这难说 这个李商银 有一句是说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以往然 哎呦 陶老师 这个当时那个往然 可能这旁边的人啊 就是瞎呆了 不知道怎么办 没见过 所以您看 但是往往我们想象 很多人就想 如果这个当时 有个洋人 他就不管这么多 会飞身的破出去 去救人啊 人工呼吸啊 或者叫来来来来帮 这我不知道 您讲这句诗啊 当时以往然 我也经常提 我不是老就说啊 李商银的这个诗啊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以往然 就有时候 包括主持节目 你会后悔 哎呀 当时那句话 怎么就没有说呢 就人呢 经常在当时当面的时候 有一种往然的现象 但是呢 这个往然的现象啊 也可以进一步去追溯 就是您比如说 刚才陶老师说的啊 就是说 什么时候你见到一个 需要施救的对象 对你来说 就像本能一样 你觉得你要去关心 你要去救助 亲人 认识的人 在退步 我刚才讲的 周围没有人的情况下 孟子说 不认识的 只要是如此将入于井 看见一个小孩 掉到井里 不相识 都会马上有侧影之心 他说这个是人性 与生俱来的 不存在什么 当时枉然不枉然的问题 你要是当时枉然 你就禽兽了 你要是当时马上 有行动 像当时那种 那我们革命英雄 这个欧阳海啊 什么王杰啊 是不是 你看见 这个火车来了 然后 一砍在停 一砍在那 一想想到 革命群众 如果这个车翻了 会死伤多少 怎么他欧阳海 当时不枉然了呢 这就是要训练的 要学习和训练 内化成为本能一样的一个行动 金静麦的小说 欧阳海之歌 这个上去推马这一段 写了好多页 说他上去推马的时候 当时想到了什么 想到什么 什么小时候 什么吃苦 想到了什么 听了领袖的教导 想到了什么什么 五湖四海都想到了 最后把马推开 想了一万多次 那肯定是下班 我想如果是我那么 我想如果是我那么干 其实脑子里只能是有一件事 把马推开 是吧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计划 徐老师你刚才答的 让我想起我看到的评论当中 有一条引起我注意的 就是说这个就反映中国 太快的从熟人社会 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候的适应不良 就是你比如咱们像所谓西方现代文明国家 他们那个私人关系之间是分得很清楚的 对吧 不像咱们这样不分彼此 但是相应的他的那种公民社会 他那个功德就像您所说的 看见你的车抛锚了 马上就每个人就下来要不要帮忙 对吧 他是对陌生人他不恐惧 对吧 但是中国一下子进入到陌生人社会 实际上就是过去农村里的这种熟人社会 比方说你像这些人就那么看一眼 就这么走过去 我总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道德这件事先拿来问问自己 就是说假如我们在马路上看见这么一个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发现陌生 有时候不见得是冷漠 有可能是惶恐 你对于一个陌生的未知的 你会有一种惶恐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当然我这个例子不恰当 假如说你有一天走夜路 你看见车灯照亮了一个外星人的尸体 我举这个例子 假如外星人的尸体 你要是一般人你会怎么样 你敢碰他吗 你赶快手机拍一下 上船 你还算有胆量的 我为什么举这个荒唐的例子呢 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个有熟人 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人 突然进到一个陌生人社会 他见的那一个人一个女的 他实际啊 我觉得他都顾不上想什么 这个这个勇于救人呢 什么的 他首先感觉到的可能是某种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我小时候上厕所 碰见过一回 抽那个癫痫 抽那个杨角峰的 你知道吗 就是哎 这个人就在那小便 厕所里就他 就他和我一个小孩子 吓死了 不吓坏了 他就蹬在地上 就就挺直了 在在地上这么挺着 然后 还出去叫人呢 我都没有马上 我当时吓呆了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救不了他 你这么小 你根本救不了他 不知道 赶快去叫人 他不知道他发什么 就是你你自己的这种 这种第一反应啊 而且呢 比如说对于他有些行人来说 所以我说啊 这个实际对他来说 呃 陌生人呢 就好像外星人一样陌生 陌生人就不是人 哎哎 是了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再给你补充一些材料 如果经过马路的人 任何一个人 我相信他跟我人同此先 我跟他讲讲 我说这个女人34岁 叫马瑞霞 他在附近 开着马家姐妹羊肉汤店 啊 呃 他呢 这个有一次 这个 呃 见到一个男人喝醉酒了 打他的女朋友 他上去 还就给了这个男的一耳光 他每天呢 宁愿走远点的路 买便宜一点的羊肉 西红柿去包这个羊肉汤 如果我这样告诉你 我看了那篇报道 蛮心酸的 你说 经过的这个行人 如果得到了我这样的信息 他会不会去救他 他一定会去救他 我相信 就因为他 你你没梦吗 这就是说 那个陌生 和这个 我我我 我觉得最善良的角度就是 那些人判断 这件事情已经被人知道了 那因此呢 我也不必插手 您提出了一个哲学的问题 这是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 城市人口这么急用 这是一个心理跟心灵的距离的相对论 对 这个呢 以前台湾有一个诗人叫罗青 他有一个名句 他说天上的星星 为什么像地上的人群一样的急用 然后地上的人群 为什么又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疏远 你看 你看这40年前 这家具吧 实际上是疏离的 你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讲 你刚才说这个洋人的问题 他该冷 则冷 该热 则热 该近 则近 该远 则远 他让你 这个人的社会 这个人的关系 这个心灵跟那个生理的距离 比如说你在外国 你这挤这个电梯 这洋人不喜欢 外国人不喜欢 你在电梯 然后拿这个手机大声讲话 因为你跟那边通话 你妨碍了这个狭小的空间 那个清静的距离 对不对 但是中国人不管 一个电梯挤了十几人 拿人人拿这个手机 对 呼声大叫 对对对 他不管 没有私影 但是发现这种问题 个个就跑开 跟你保持距离 你说这起行吗 很起行 所以您讲的很有 您刚才讲到孟子 我也有这个疑问 你比如说 咱们中国还有一个大儒 叫王阳明 对吧 他也是讲 他说这个人心里 有良知 良能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比如说他举例子 他说这个不需要教育 就是说 人的善良 比方说 他说你看见动物受苦 你自己觉得难受 他就说 这就是天良 就是那个侧隐之心 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良知 但是那是什么压抑了过路人的 他们的这个良知良能呢 这个社会后天的经验 告诉他 这可能装死啊 碰瓷 这可能 这里头 跟你要钱啊 我站过去 我也可能有危险 到时候车 你假如设想一下 那有一个人蹲在旁边 这么在看他 那辆SUV不是照样看不见吗 那这个扶下来的人 可能也照样惨掉啊 我们从后果来推 你看 这要承担风险 对不对 我不 最小的风险是被人骗了 对不对 还有就是最善良的解释 就是 陶杰刚才说的 就是社会的残酷 磨掉了人的同情心 你这个深圳的火车站 那个这个这个 楼湖的火车站 是最典型的 你开始去的时候 你真是难过 那些人 就从那个垃圾桶里 把东西拿出来 给小孩吃 小孩一两岁抱在手里 哎呦我开始看的时候 我就真难过 后来 他们说演的 第二次我真看见 他把好端端的饭盒 倒进垃圾桶里 过一会儿 再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塞给小孩 你看你这样的事情 你经过几次 你的 我们本来有的天良的心 不是被磨掉了吗 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就要改变你自己 所以啊 咱们就说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啊 都变得不那么单纯了 都变得就说有点事故了 你知道那天我们是在做什么节目 就在聊这个事情 我我就觉得有些在另一种文化下 很简单的事 比方说我老是说十月为成 他们香港导演拍这个电影 香港导演觉得很难理解 大陆的这个 因为大陆的编剧就给他经验之谈 说不要那些豪言壮语 说的太白了 什么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说为什么 因为观众会笑场 香港导演一时不理解 他不知道 说这为什么会笑场呢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爱国 这不是 老是哪个美国国企业 前一阵还有一个 前一阵还有一个香港导演 拍那个一个奇迹光 他也很费解 说为什么网上很多人嘲笑奇迹光 说他不是民族英雄吗 所以后来他们有人就评论说 说咱们经历过很多 被这个甲崇高 甲大空所蒙骗的过往 咱们的心 已经变得很世故了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检讨也是一样 我在欧洲开车 人家旁边要搭车 男男女女或者一个是 我都不敢让人家搭 是吧 你看这个心理 我都一面不理人家 下雨啊 我想他上来以后 万一万一这个人什么什么 你看我这套的这个想法 就是就是不对 理论上分析 我原来那个八十年代 朱厚泽做宣传部长的时候 我们上海开国会 有一个人发言我印象很深 过了那么多年 我觉得他还是讲的对的 他说像这种情况 一个公共道德 比方上去拦住这车 本来就是一个市民的普通的公共道德 但是曾经一段时间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拔高 变成了毫不利己 专门为人的一个革命道德 变成个宗教 变成了一个革命道德 那就是啊 优秀党员啊 英雄啊 我们刚才讲 王杰 就是一个英雄的行为 英雄行为很好 曾经一度 大家学英雄 那我们设想 也许这个事情发生在五六十年代 也许真的有人帮忙 那就肯定 但是现在呢 不得不承认一条 很多人对这套革命的道德 有点失望了 不相信了 革命道德也不相信呢 有两个退路 一个是职业道德 一个是家庭道德 现在中国人主要是退到家庭道德 对不对 从高官贪污 一直到下面的小贩卖 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家人 因此公共道德 这个东西不存在啊 所以你还是熟人社会啊 对啊 还是熟人社会啊 刚才陶老师有一个说法 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 我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呢 现在您刚才说 这个不只是事故 这英文里头 就这叫犬儒 真的是什么 这个犬儒呢 就凡事 我先从坏的动机 坏的后果来考量 我不管你好的 像您刚才徐老师说 您到了外国开车 对 你为什么不敢在这个顺丰村里 你先把他当坏人 对我也是啊 先假设对方是坏人 你别看靓仔靓女 上来也许一对杀手呢 我在那个京石高速公路上 我没我碰见过啊 你要说我丑陋 我也很丑陋 就是前面说 哎对不起我车抛锚了 我能不能坐你的车 到下一个 这个不是鲁迅说了吗 我就不 对于中国人 我是常常用最坏的动机 来打量他的 对 这个在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哪个文章 鲁迅说的 我从来不但以最大的恶意 对 揣夺中国人 对了 这个真是惊许 鲁迅是把 看透了 中国民族性 看得非常透彻 你看 今天到了 还是这样 因为呢 在报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 电视上看到的 当然凤凰台不一样 我说 报上一个世界 网上一个世界 马路上就另一个世界 三个世界 所以现在是天下三分 报上的中国 网上的中国 街上的中国 网上的中国 就介于两者之间 他就把马路上的这个现实 加以提高一下 引导一下 就是说 报上 网上 街上 是不是三个中国 网上的中国 我看都很道德 都很义愤 充满侠义 全是大刀王武 对 金科刺秦王 对对对 你看 这个街上的中国 全是一堆小爬虫 全躲开 爬虫 金虫 报上的中国 就会说 这是局部偶然现象 我真的说 咱敢问这个问题吗 就是同样的这个情况 徐老师 假如你是那十几个行人之一 你现在想一想 你当时会怎么做 有问过自己吗 我有过自己一个亲身经历 我不知道能不能拿来做类比 我后来一直后悔的 有一次在上海开车 从上车到进高速公路的时候 有一只小狗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 然后到处乱穿 那很多车都在嘛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要怎么做 因为我养狗啊 那我但是我稍微一停啊 我因为前面有狗 我稍微停后面的车就 叭叭叭叭 就打我喇叭 你明白吗 我马上想过我要是停车 后面的人 我不能停车嘛 我堵塞了交通 后面的人会骂我 而且我下去 我我其实也有危险因为车 再有第三个原因是 你抓不到那个小狗 你一个人怎么抓得到小狗呢 就是这么三个势力的考虑了 我也绕过去了 绕过去我不知道这个小狗怎么样 但是我心里想 我觉得都是惨了 都是惨了 这件事情我久久忘不了 我来想 那你要是你自己的小狗 你随便怎么样 你也上去了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这个比方 许老师的菩萨心肠 我也跟许老师一样 最多我回去给他小狗烧烧香 当时你这个车怎敢停 你敢停 第一你停 后面按喇叭还是闻名的 骂死你 撞过来 后面如果大货车 那个货车司机开了三天三夜 睡不好那怎么办 撞上来你自己命都不 对我是想起陶老师刚才讲的 我也是开车 我见到过那个陆导 我都见过 但我就说实话 因为不知道是死是活 你现在想起来 但是死是活呢 他为什么躺在这呢 我也就开过去了 因为车流滚滚当中 而且中间 你看那个路下 开得很慢 开得很仔细 我觉得这里有个关键点 就是说他们都已经假设 我准备了 我真的不想描迪了 他们不能将在网传 我本集完 我对他 那位 都已经是您了